今天我們會繼續去看 就是詩篇的 第2篇 這個詩篇的第2篇 其實 他是特別講到 我們先看 第2節先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 神載一同商議 要敵黨耶和華的 並他的受高者 那麼這裏就是關乎 耶和華的受高者 就是 受高者就是 作王 但是我們今天特別去看第10節 他這裏講的就是 現在你們君王 應當醒悟 你們世上的審判官 該受管教 這裏就是講到 在 當時 聖經講到就有一批 這些 地上的君王 神載 想敵黨耶和的受高者 但是 在第9節那裏他說 你必用鐵仗打破他們 然後第10節就是講到 他們應該要反省 現在你們君王 應當醒悟 這個醒悟那個字 其實 在希伯來文那裏 就是 他們 要有這個 智慧 就是那個的智慧 這個字呢 就是這個 智慧 而另外那些審判官 就是要 受到這個 管教 而這個字呢 就是 原本的意思 就是 他要受到一些的指導 就是管教那裏 這個字呢就是一個被動語氣的 命令的語氣來的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 在這段聖經 其實就講了 對 那些的君王 這個是眾數來的 不同的君王或者掌權者 其實他們應該要有智慧 原文的意思就是要有智慧 另一方面 當 成為 地上的審判官的時候 他們 都要受到一種的管教 一種的指導 那麼 特別 他們需要 有一種 就是 公義 怎樣 按着公義 去進行這個審判 所以這節的經文 給我們看 是關乎 一方面 耶華的受高者 作王 另一方面也都關乎 地上的君王 和審判官 他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都一起 來討告 蔡天父 我們多謝你的話語 在這裏我們看到 聖經講到會有一些 地上的君王或者掌權者去敵黨 這個 受高者 神的受高者 但是這裏 亦都 講到現在 作為君王的 他們應該要有智慧 醒悟是有智慧 而做地上的審判官 他們要受到管教 求神祢保守 讓地上的君王 領袖 或者這些審判官 他們都有一種敬畏神的心 願祢私恩 看顧 我們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門